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品冠 我今天人在杭州的一个录音棚 为什么会在杭州的一个录音棚呢 因為我要跟我心已已久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讓我們歡迎房東的貓 是房東的貓 我是小黑 我是派麗 對 今天我們要合作的這首歌叫做 《在偶然與想像中押韻》 《在偶然與想像中開始押韻》 當我還在尋覓下一個時局 暫時的時遇總可以陪你成癒 原來我那些寂寞的你在忽異 講一講我們怎麼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合作吧 因為一開始是我在籌備我的新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很想要跟你們合作 因為之前常常在音樂品牌上面聽你的歌 然後就很清新 然後特別喜歡你的聲音 然後你的創作風格我也非常喜歡 我肯定比你們大很多 年紀大很多 我想說如果要跟你們接觸的話 要一起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想說 我很希望可以跟你們一起co-write 一起創作 然後一起合唱這個想法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 錄完一半就是房東的貓他們的部分 那這個歌叫做《再偶然與想像中押韻》 這個非常有詩意的一個歌名 然後也非常符合你們的氣質 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呢就是我先有一個曲子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見到面 就是互相都是在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我們中間的過程就是 我先寫了一個主歌的曲子 我不知道說你們喜不喜歡那樣的曲風 所以我也很怕說 你知道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那種 雖然說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但因為你們畢竟是新生代 然後我做這麼多年 然後我也怕被打槍說 連曲寫的不行啊 我是那種一發了之後 我就很期待說你們馬上有回應 好像過了幾天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你們是工作在忙這樣子 然後我就哇那幾天我今天很糾結 然後原來我已經那個佳王才進 學的曲子已經沒有人想聽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你們回應 然後就啊還可以還可以 當時聽到這首曲子 我還覺得挺好聽的 這樣嗎 不要特別客氣 真的真的覺得挺好聽 但是就是因為忙沒有回 但是後來就第一次聽到這個時候 副歌其實很快就完成了 很快的啊 因為就是從上面到下來就很順 然後說說詞吧 對詞是你們先的 對你們先寫 對那時候你的想像是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有聊過一下嗎 就是可能是講那個 遇到了過去的自己 或者是以後的自己 太棒了 我覺得過去的自己跟以後的自己這個 這個概念非常的好 因為這個旋律寫好了以後 就是哇這個 其實如果做一個很甜的那種 男女對唱 其實也蠻適合的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樣的一個題目 像說我們是不同世代的歌手 但是你寫了那個時候 我就非常有感覺 所以第一段 因為第一段是我唱的 所以我就寫說 原來我們早就相約 然後曾經遊走在彼此的歌裡 對 因為就是 因為你可能以前也聽過我的歌 然後我現在也很喜歡你們的歌 所以互相在音樂裡面 早就認識了 我想講這種氛圍 後來一到副歌 我就覺得哇我唱這首歌 那麼的熟悉 因為我們有一起寫的旋律 遇見不同階段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很棒 小孩不要聊一下 就是剛唱的心情 我就覺得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生活中遇到一個人 對你們可能 就之前並沒有見過 之前或者很陌生 但是當你們聊到一些話題的時候 就突然 就覺得兩個人想法是很像的 就覺得有點像是平心時光的那個自己 對 對 如果講曲跟詞的那個融合度 跟 怎麼講 就是 兩個這樣合作創作 這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我 未來我一定會 嘗試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歌 我覺得很過癮 跟詞的歌 會跟詞的歌 會 是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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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